派人听闻的谋杀案件 被看人的手机被拿去手机店变卖 卖回家后惊悚不断 你这没有住户久住的透天错 到底是什么原因留不住人呢 幽灵古堡里的女主人 用非常特别的方式欢迎亮者 让亮者连滚带爬地逃出来 朋友的住家总是怪事连连 却一直不肯搬家 难道她被锁定了吗 今日无法估计的恐惧总和 让鬼头脑帮你回答 先来欣赏不是给人看的晚辉吧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蛮久以前的 我有参加演一部 其实也是友台的一部大戏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长期呢 都住在中部那个地方 然后有一天呢 我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就是说请我帮他一个忙 我给他收听一下 他跟我讲说有一个活动来收听 唱个歌就这么简单 后来呢我录完影以后呢 当天晚上差不多五点多快六点左右呢 他就打电话来给我 说他要来接我 我说好 然后我们就出发去了 那车子呢就缓缓地一直开 可是呢越开我越觉得不对 我说你怎么会开到这么远 这么偏远的山区干什么呢 走没多久呢 有一个洋长小道 这个山路上面总是会洋长小道 好 又弯 又弯进去 进去了以后呢 两边的树 树林很阴森森的 就在这个时候 说十尺那十块 才一转进去以后 灯马上熄灭 大灯不见了 在那个地方哦 深山 而且伸手可以说是不见五指 那现在这个没有大灯了怎么开 他说这样子好了 我的车后面有一个手电筒 你拿手电筒出来 你伸出窗外罩 我们这样开吧 我说好吧 那你只能这样子 开开开开开 经过了一个上坡 哇 这个坡可抖了 那这真的是一个好汗坡 上去以后呢 当我们一上去以后 一要到平地的时候 忽然听到音乐了 当那个车子一开上去以后呢 这很奇怪 那个整个大灯就亮了 整个大灯亮的 看到前面是一个舞台 然后有人在上面唱歌 我说 这还真的呢 我说居然有人会办活动 会办到这么阴森的 而且这么远 又这么偏远的地方 真的吓死人了 我一上去以后主持人接到我出去 就在那个时候 我看到我正前方 有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呢 就跟我们赵兄所做的那位置一样 非常的一个王位 然后呢 放了一个石头 还蛮大颗的一个石头 放在那边 然后周围都坐的都是 是 唱完第一首歌以后 哎 台下掌声了 大家也蛮高兴的 也鼓鼓掌了 可是我说实在的 我始终看到大家很高兴 也看到了很多喧嚣 但是呢 也看到很多掌声 就是听不到声音 那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是 可能音乐太大声了 所以呢 盖到那些声音 我也就没有太多的疑问 好 第二首歌唱完 第一首歌也唱完了 唱完了以后我就下台 下台以后该主持人上去 然后我就大概跟我朋友聊 那我们唱完了 是不是可以走了 他说等一下 我说干嘛等一下 他说因为那个钱还没拿 我说好 好 叫我本手 因为有啊 我问一下 那个团主就指那边 他说那边有个厕所 你可以去那边上 我那时候就看到那个地方 真的是有个厕所 类似公厕这样 很多人在排队 那我就看到呢 他们只要进去的人 他都会给他一张 后来我仔细看 他们给他的那一张 不太像是卫生纸 好像是有点黄色的 一张纸 然后那个纸感觉起来呢 就好像我们折莲花的那个纸 你们看过折莲花那个大张纸 蛮大张的吗 一人就发一张 一人就给 只要进去的人 一人发一张 一人发一张 可是呢 进去的人呢 就没有再出来了 就直接就进去了 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走 好 拿了以后就给我 拿给我红包 我说那我们赶快开走 我们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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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路开架山 到了山下以后 我跟他都没有讲什么话 到了那边以后呢 我就说好 谢谢你 就这样子 别人跟怎么样再联络 我就回房间了 回房间呢 我们是五点多 那时候我有讲 五点多出发的嘛 我想说到了台北以后也应该 不是台北 到了那个饭店以后呢 也应该要差不多十一二点 可是你知道吗 我回饭店的时候是几点 你知道吗 你们绝对想象不出来 我回饭店的时候呢 总共时间才七点多快八点 好 从五点多快六点 经过山路 我还唱了三首歌 还折腾了那个洋场小道 用手电筒又用灯又不见了 然后月光之下 开得这么的慢 居然我回到了那个饭店 这么远的地方 我说实在最起码 要六七个小时以上 到了我的房间 我开始不太一个人 不太敢一个人呆在房间 因为觉得整个过程很不可思议 那我就准备换一个 我想洗洗澡 把这洗掉好了 好 当我在洗澡的时候 摸到我那个红包 我想这个红包 人家给我的 稍微看一下多少钱 打开一看 哇 真的是 看着我真的是 我真的真的差点没晕倒 那一打开 那个钱真的是钱 那个钱呢 就是刚刚我看到那个厕所 他们发给他每个人 一张的那个黄色的那一张 那是折榴花的那一张 而且还六张 然后呢 我整个晚上不敢在房间 我都在 我就是在那个饭店的大厅 在那边带到天亮 带到天亮呢 我第一时间呢 我就打给那个人 因为我当天晚上打的时候 他们有接 我后来好不容易 在白天的时候 联络到他了 我跟他讲说 这个整个过程 你昨天给我那个红包里面 居然是那一天的那个 我说这样子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他说什么 你带我再到那个地方去 我们就开去 我一上去以后 我们两个看到以后 真的都傻了 那个地方呢 是个夜总会 就是个公墓 非常大的一个公墓 然后呢 我们已经全身抖到 真的不行了 然后就看到 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类似叫庙庭这样 那庙庭里面呢 摆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颗石头 就是摆那颗石头 然后呢 我就来找出那个厕所 那个厕所呢 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上面在烧金纸的地方 烧金纸的地方 那个上面写的就是 画什么词 画什么糖 那个地方就专门在烧 烧给那些好兄弟 我跟他讲说 我们赶快离开这边了 好 我们居然竟然是他 我有一个男生的朋友 那他条件 真的还蛮不错的 又高然后又帅 然后个性又好 可是他老是就是交女朋友 交不到就是一段时间 然后就分手 那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 然后他自己也不晓得 那有一天呢 我们就一群朋友约好 要去他家玩 那那天我记得当天 我是跟一个男生朋友 两个人一起先到了 那两个人就边聊天啊 边走然后进电梯 然后你在电梯里面也是 就嘻嘻哈哈在讲话 然后讲完就讲完 就是电梯到了 到了那我记得他家八楼嘛 到了电梯打开 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我那个男生朋友他 因为他其实是 就是有感应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刚刚在电梯里面啊 有一个有个女的 我说啊有个女的 然后你没有看到吗 我说别闹了啦 我说因为我小时候是看得到 但是后来 渐渐的就就没有这个 这个能力了 然后我说我很久没看到 你不要吓我好不好 然后他就说 因为刚刚他就在那里旁边 然后就是我觉得他怪怪的 我说什么怪怪 他说他觉得他好像 蛮有敌意的 然后我说好啦 别闹了啦 我们就就边走边讲 然后他就说 你真的没看到吗 我说没有啦 按门铃啦 就把门打开 我那个朋友一打开门的时候 我一抬头 然后我就说 我就 我看到了 因为那个 我那个朋友一开门的时候 一个女生的头就挂在 他的肩膀旁边 然后我就对着我朋友说 我看到了 谢谢你提醒我 可是呢 因为这时候我想说 因为我那个朋友 他住在那家里面 他应该不太知道 因为他感觉上就是很欢乐 说你们来咯 怎么样 怎么样 那我们就装作 我就装作没看到嘛 就进去就跟他聊天啊什么 然后他就说 来请坐啊 沙发 坐沙发 然后我就看到那位女性朋友 她就坐在沙发上面 然后我的朋友说 坐啊 你怎么不坐啊 那我想说好吧 那就装作不知道 就坐在他旁边这样子 那我一直就是在回避 因为我也不敢看他 然后可是因为眼光又不好 就是不好回避 所以我就看了他的脚一下 就发现他的脚就整个是黑色的 就整个指甲都是黑黑脏脏 整个都已经烂掉这样 然后甚至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我一开门就 你知道那个墙壁会挂那个毛巾吗 然后我一关门的时候 他就整个人挂在那个 挂在那个墙壁上面 看着我上厕所 可是因为我又不敢 就是让他发现说 我好像知道 看得到 所以我就继续把这些 就是装作没看到 然后在那边很欢乐的 跟大家聊天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就是 一起坐天气上来的那个朋友 两个人就说 我说我要先走 因为其实整个感觉都很不舒服这样 后来我们两个就走 那可是在回去的路程当中 我那个朋友就一直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跟你那个朋友讲说 他的家里有好兄弟 就是一个女生在他家里 然后我就说其实我觉得 我不太敢讲 因为我怕我讲了 万一他跑到我家来怎么办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又为何不肯离去呢 土包里的他在等你回来 他叫我看 真的 是我 我的 我的肖像 Do you want to stay? No 然后他就说 If you don't want to stay 门一开 然后我说 终于可以走 头一转身 那个十六七岁的大人 跟那个十六岁的小女孩在天气 然后就叫我这样回来 我的吗 然后我就说 其实我觉得我不太敢讲 因为我怕我讲了 万一他跑到我家来怎么办 所以然后我又说 这样你会不会太没有义气 然后回去我就 我就一个人就是反复在想这个问题 到底要不要告诉他 然后后来到晚上的时候我想说 算了我还是跟他讲一下好了 就是总比就是让他就不知道的 就是在那边过生活的好 所以呢我就 我就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他 那那天已经很晚了 我回去的时候很凌晨了 然后我就打他问他 我会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然后你家里好像有的那个 倩女幽魂在你家 然后他就说什么 他就觉得是我在跟他开玩笑 然后吓唬他这样子 后来他就有点生气 然后就挂我电话 那我想说好算了 反正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不相信就算了 我已经尽了我的仁义了 结果呢 后来过了大概五分钟吧 电话又响了 他的就是他的电话显示 只是他家的电话好了 那我就想 是不是他有点感觉 有点感应了 所以他要告诉我 他相信我 结果一接电话的时候 就 是很像那种电话 就是不小心按到了 因为我就听到 就有走动的声音啊 有电视啊 然后他在拿东西的声音 然后我想说 可能是他不小心按到 我们要挂电话 就突然间听到旁边 就传来一阵女生的哭声 在旁边 就 我想说 他是在 他是在整我吗 还是他吓唬我 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吓他 所以他吓我回来 可是后来我又听到一声 噓 这种声音 我就吓到把他电话关 就是赶快挂掉 结果一挂掉后 我那天晚上呢 就 可能是也是 我觉得是我心理作用啊 我就做梦 我就梦到 就是 就是有一个女生 坐在我的床头旁边 然后我一直去拍他 因为他一直不回头 然后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是梦嘛 所以我就一直去拍他 去叫他说 小姐 小姐 这样 因为他就一直不理我 那我就潜意识 一直很想要 问他怎么了 然后结果他就 拍了好久以后 他就回头 他回头 头线他的脸是很正常的 后来他就 一直笑 一直笑 就嘴巴咧咧咧咧咧 咧到这么大 然后就跟我 一声 然后我就整个吓醒了 他吓醒以后我就觉得 心里是还是毛毛 因为昨天已经毕竟 遇过那件事情了 那我想说 这样不行 因为 我觉得还是要 毕竟是好朋友嘛 所以还是要 告诉他一下 然后我就打到 叫他说 我认识一个 那个三太子 你要不要去问问看 就是 反正你也 就去问问看 你刚搬那个新家 然后你问他弟子 看你家是不是 是不是OK啊 风水好不好啊 然后 还有你不是常常 交不到女朋友 或是女朋友 就很快就分手了嘛 你就问问看嘛 然后他就说 好啦好啦 他就跟我去这样子 结果一到现场 然后那个三太子就写字 他就把他的地址给他嘛 然后三太子就写了两个字 两个字 那我那朋友说 蛤 英宅 然后那三太子就讲了两个字 说 就叫他赶快走 因为 对 因为 他就是 他听了之后 可是他听了之后 他还是觉得 怎么可能 因为他说他在那边住得好好 而且他自从搬到那以后 他就整个工作都很好 只是感情上面 他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顺遂之外 其他的部分都很好 那后来他就 他就不相信 那我也没办法 后来我就 私底下又问了那个三太子 然后我就说 那可是 我好像有看到 然后他就叫我不要管 因为他说那个女生 还蛮凶的 所以如果我管的话 连我也会出事这样子 后来我就想说 好吧 那就算了 因为我就 他也不相信我 然后 最后我看到 我那位男性朋友 是在去年的时候 然后 我们就 一群人晚上去唱歌 然后唱完歌的时候 他就一个人要开车回家 然后我们都在等 也是在等车 然后我就看到他车子开开开 开经过我前面的时候 然后他旁边就坐了一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呢 就这样回头看着我 然后对我笑 然后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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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到嘴巴裂开来 然后 手就比了一个手势这样 噓 然后车就开走了 然后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男生了 因为听说他健康就不是很好 后来还在化疗 那个太恐怖 怎么就噓 對啊 哇塞 所以我 我胆子也很大耶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就 但是我看到这个 我一定在路上就 暈过去 有点...对 好的 不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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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后面就说很恐怖 屁了 他在开尾 你后面五个都说恐怖啊 这个大概是在六七年前 那个时候我还在当 外景节目主持人的时候 然后 有一次企划说要去苏格兰出外景 那苏格兰英国那个地方 有很多的古堡 然后我们就想说 找一个古堡来拍 应该很酷 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林蔭大道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圆形的庭园 有一个裸体的喷水池 裸体肖像的喷水池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开进去 就觉得很兴奋 然后那个时候差不多 已经快傍晚了 然后就... 车就停在旁边 我们就... 大家就赶快冲下车 心里也不悲了 想说在趁... 傍晚之前 赶快先把第一部分先录掉 然后冲下去摄影机什么 导影全部都冲下去 然后就... 就开始介绍这个地方 介绍这个地方 连当地的人我们都还没有打过招呼 然后正要把那个... 那个... 古堡的大门打开的时候 突然间远方就传来一个说 等下来 别闪开这个门 这个门是关的 这个门是关的 而且很神奇 就是那个... 等于是这边的管理员 原来我们来住的这个古堡 它... 他们... 那个... 乱电公司只租了东厢房 就是只有在那边 其他都不属于我们的 所以他们不能... 我们不能乱去 我们就... 一行人拖着行李 慢慢的就往... 整个... 整个城堡的侧面走进去 去柯英的地方 旁边有一个电梯 它那个电梯是... 它不是... 不是那种很先进的地方 它等于是有点像工地用的那种 拉开铁门走进去 就是了 对... 关起来... 然后再上去的那种 那个电梯总共四楼 我们先到... 我到先到三楼 门一打开 非常的漂亮 虽然说只有东厢房 但是... 非常的漂亮 它是... 很长的一个长廊 然后全部是红地毯 然后上面又是很漂亮的 那种小小的水晶灯 右边是... 一个... 很像是... 呃... 就是挂校像画的 然后... 一堆大男人... 很白目 到了那个... 到了那个长廊的时候 就好像在选妃一样 就是... 哎呦... 这女后不错耶 正妹耶 超正的 然后又看看一看 然后大家就很... 很白目 大家就在选妃 我就说这不错啊 虽然说看起来有点老 然后我就选了两个 一个看起来十六七岁 后来我又在远方 最远方看到一个小朋友 小女孩五六岁 也是很可爱 我说... 就很白目 因为我们刚好在三楼 就在最后一间房间 然后我们就门一开了进去 很兴奋地把门一打开 哇... 要怎么长这样 我们本来想说是那种 很福利堂皇的感觉 不是 他是重新上过漆的一个房间 然后是用现代的漆房 他也没有什么古代的装饰品 都没有 他放的是行军床 后来因为傍晚 所以工作人员都去吃饭 我就想说 你们先去吃 我先在房间整理我的行李 慢慢把行李拿出来 慢慢的行李拿出来 我就隐约有听到 有小女孩在讲话的声音 小女孩在讲话的声音 而且是在门外 然后越来越多人加入 越来越多人加入 我就想说 嗯... 应该是有别的房客 在走廊上聊天或什么 后来呢 我就趁大家都下去的时候 我就想说 偷偷自己先去探險 然后他们就去吃饭 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小楼梯 我就走上去 慢慢走走走走 他在楼梯是这样绕着 绕着 绕到四楼 我看到了 跟我们是 同样的一个位置的那个 等于是同样位置的一个房间嘛 他的门长得不一样 他门是古堡的门 他没有换过 因为以前古堡的门很大 然后他们都是那种旧钥匙孔 旧钥匙孔 你可以看里面 然后看到里面 里面是 里面是白色的床 白色的床单 然后有那个 那个蚊帐也都是白色白纱 然后窗户打开了 月光洒下来 然后风一直在吹 风一直在吹 然后突然间 有一点黑掉 然后 又好像是有一个人 用手这样遮住那个门口 然后又打开 然后我就 奇怪 然后我就在再仔细看的时候 外面就说 我吓一跳 管理员出现 管理员说 你做什么 这不是你的房间 这不是你的房间 你不能乱看 我们是住三楼 他很凶啊 我说OK 抱歉 别害怕 那天晚上呢 睡前 我又听到我当初 check in的那个声音 然后也是从小女孩开始 然后再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嘻嘻疏疏疏疏疏 那不知不觉 昏昏沉沉沉 我就睡着了 然后我梦到的是一个 五六岁的小女孩 金髮碧眼的小女孩 然后很可爱 很漂亮 然后带着我 她等于是主管嘛 她带着我 牵着我的手 然后在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面 逛来逛去 五颜六色 百花齐放 我目前为止到这个城堡 没有看过这个花园 我梦到了 她带我去那个花园逛 然后就跑到那个 我们一开始被阻止的 那个大厅的大门 她就帮我把大门打开 打开 哇 富丽堂皇 水晶灯 大楼梯 伯爵的肖像 然后两排的那个楼梯 这样的往外延伸 很漂亮 走上那个楼梯 看着伯爵的画像 然后 诶 场景一转 转到我们那个 电梯出来 就是我们 一开始check in 电梯出来 那个很长的长廊 我认得出来那个地方 突然就停在一个肖像的面前 她就叫我过去 然后她就指着这个 叫我看 然后我就看 诶 这个小女孩 就是那个小女孩 然后她说 Yeah it's me 然后后来她又跑掉 又往前跑 然后她又指着一个照片 然后她就叫我去看 然后她就这样指着 然后我就看着她 然后她叫我看 我就看 是我 我的肖像 我那时候就呆住了 然后那个小女孩 这一次也有问了一次 Do you want to stay 然后我就看着那个话 我说No No 然后后来我再转回去看她 她就这样转回来看我 两个眼睛都是黑的 是没有东西在这边 然后嘴巴就慢慢地打开 然后她就说 If you don't want to stay Get out of my heart 就冲断 我就醒来了 天啊 早上十五点我惊醒 天都还没亮 自从醒来之后 我就死欲不振 然后一直拉肚子 然后我就说我去外面走一下 然后官员就说不要乱跑 只能在外面乱 只能外面走 不走还好 一走我出了那个很阴森的门 右转的话就是我们 当初停车的那个庭院 那个喷水池 然后我一左转 往那个城堡的后面走去的时候 我整个人已经快晕倒 那一个后面有一个花园 那个花园就是我梦中那个小女孩 带我去的那个花园 但是里面已经没有花了 里面全部都是杂草重生 后来我就躲开了管理员的事情 我就真的走到大厅一看 跟梦中一模一样 钻石吊灯 打了那个很大的楼梯延伸 伯爵的肖像 但是伯爵的肖像已经烧掉了 它是全黑的 所以她等于跟我的梦境是 一个是全黑的 烧掉的 一个是梦境里面富丽堂皇 那我就跑去问导演说 导演 我们是确定什么时候要走 然后说 我们明天早上就要走了吧 因为我们在这边也待不了多久 没有东西可以拍了 我说好 那我就再等一天 我也没跟他们讲 后来 那天到了晚上 那天很醉 我还是 我还是等于是在酒厂 拿了一点酒回来 我继续喝 喝到很棒 然后后来我就睡着了 突然间管理员来敲门 半夜两点多三点的时候 管理员就走 大家就说 开门 全部起来 叫我们全部都起来 然后管理员就叫我们赶快走 叫我们就是赶快离开这间房子 半夜两三点 把司机啊导游全部都拉起来 然后我们就准备要离开 然后我们就一堆人拖在行李 然后我最后一个 然后头脑又非常的乱 一直觉得好像等下会发生什么事 后来电梯上来 然后我就走进去 按 门一关 按一楼 到一楼 没事 然后门一开 然后说 终于可以走 一走出去 那我就听到 Do you want to stay 然后我一转身 跟那个十六七岁的大人 跟那个五岁的小女孩 在电梯里面看着 然后就叫我这样回来 叫我回来 然后当下我第一个就从大厅 就是反正不管 就是从他们那个门 就直接冲出去上车 我觉得亮折角 比较鸿固的请亮灯 一二三 来 交换位置 零夜透天处 大概前几年我有租了一个地方 它是那种老旧的公寓 我的房间 它其实是那种 大概十几坪的小套房 然后跟我后面 就是我窗户后面那边 是一栋就是五层楼的透天处 可是就是一点我觉得 比较不喜欢的 就是它的动具很近 就是如果我开窗户 我就会看到隔壁就是透天处的 那一间房间 然后就是房间 它如果门打开 我就可以看到楼梯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会就是觉得 没有什么隐私 所以平常我就是 会把窗户关起来 那窗户就是雾面那种玻璃 然后关起来 但是就是真的有时候 会觉得天气很闷热的话 我就会把它打开 有时候出来的时候 会碰到后面透天柱里面的 一个婆婆 然后那婆婆人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她会跟我聊天 然后后来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有时候晚上就是 会开一点点窗户 又要让她通风 我就会一直听到就是 隔壁有那个走楼梯的声音 然后偶尔会听到那种就是 伯伯就是爷爷那种咳嗽 然后或是那种伯伯很低沉的 那种声音 但是会觉得 反正有婆婆 然后有爷爷很正常 然后后来就 我有问婆婆说 婆婆就是爷爷都在干嘛 然后婆婆就说 没有啊 我们家只剩 就是她老公已经过世只剩她 然后婆婆就说 我觉得这个房子 可能有点不干净 然后我最近身体越来越差 我有点想搬家了 我说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婆婆就说她晚上的时候 因为她是透天错嘛 然后她有时候就是 在走楼梯的时候 她会看到楼梯间 就是有灰灰的一个印子 在那边 没过多久之后 她婆婆就搬家了 我后来的习惯就是 不再开那个窗户 我会把那个窗户锁起来 然后有些时候 窗帘也会拉上 有一天我就 反正回家我就洗澡 然后洗... 我就突然听到有一个 我没有管它 我就洗完就一出来 我就觉得凉凉的 就是有风在吹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看了一下窗户 我本来是关起来 就是窗帘拉起来的窗户 它的窗户就是开到这样一半 所以风吹起来会感到 然后窗帘是被拉开 然后我远远的 因为洗澡澡出来 我头发弄一弄一看 窗户上有什么广告后告诉你 阴魂不散的可爱手机 四个警察到那个手机行 请问你是警察没有 请问你们是不是 要找一支手机 你怎么都知道 请问上面是不是有很多 你怎么知道 因为已经缠了我 一个礼拜之久 他都不肯走 我跟你讲 姐姐 我好冷 我实在 我的吗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看了一下窗户 我本来是关起来 就是窗帘拉起来的窗户 它的窗户就是开到这样一半 所以风吹起来会感到 然后窗帘是被拉开 然后我远远的 因为洗澡澡出来 我头发弄一弄一看 那个窗户上面是趴了一个人 然后很瘦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影子 是很瘦的影子 然后它的舌头是这样稍微吐出来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微微的影子 然后我马上就 我就大叫 我的窗户外面是没有阳台的 我在三楼 所以我会觉得 基本上 不太可能有人 可以去趴在我的窗户上面 我就下去问了一楼一个阿姨 我就问到阿姨说 后面的偷天戳到底是有 是干净吗 还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阿姨就有点支支吾吾 我就说拜托 因为我一个女生这样住 我有点害怕 然后那阿姨就说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那边是住一个老兵 然后他生了宝贝儿子 唯一一个 可是他那时候去给人家算命 反正就是弄了一个名字 但那名字很不好听 就是让那个小朋友每天去上课 都会被同学取笑 所以在学校就是被霸凌很严重 那那个男生 那小男生他就一直要改名字 他就一直不喜欢那个名字 就一直跟他爸爸吵架吵架 可是老兵就是很固执 他们就觉得名字就是家里给你的 你没有什么好改 然后就有 就是有阵子他就是跟他爸爸赌气 就不出房间门 然后那个老兵的爸爸可能就觉得 他就是生气而已 就等到几天以后 他开始闻到那个臭味 他打开儿子房间去看 才发现他那个儿子就是上吊 在那个门的位置 然后那一间房间就是跟我的窗户 就是对门的那一个窗户 我看进去那个门 就是他就是吊在那个门上 然后就是吊 上吊自杀 因为那个老兵爸爸在儿子 就是上吊自杀之后 他就是觉得很自责 所以过没多久他就生病死掉 觉得盈盈讲得比较恐怖的 請亮灯 1 2 3 果然被古堡打败 沒關係 不该买的手机 故事的前段叫做 卫生汤煮好了没有 但是你不能喝 卫生汤 真人真事 民国八十八年 故事的主角 是两个都姓王的女生 她们都三十多岁 都花容月貌 一个叫王立文 她是老板娘 是造景实业公司的老板娘 那她手下有个女会计 叫王雪萍 两个都姓王 而且你是老板娘 我是会计 那我们姐妹相称 对不对 那应该是情童姐妹 很好才对 是 对 常常去摸天 跳那个齐啦 恰恰 两个人都互别苗头 久而久之 你知道吗 晚上去玩 白天的时候 王立文就换了一个脸孔说 你喝了 喝了多 早去上班都没精神 你要搞清楚 你是我的员工 你不可以晚上跟我出去玩 白天没有精神 这种长期的压力 让王雪萍受不了 很想找一个机会 要把他所有东西 通通给抢过来 好 机会来了 有一天 这个王立文老板娘 她有一个在桃园平镇的房子 她想要出托 正好 我在桃园平镇就有朋友 来 我帮你介绍引荐 把这个房子卖掉 后来她就找了一个 她的到底呢 正好就在平镇的这条路上 开油漆行 一个姓刘的男子 叫刘中心 我告诉你 我的老板娘这房子要卖 你就扮作你是买家 当天晚上我会把他带过来 然后你就把他给做掉 做掉之后 我们就把他放到你店里 不是有很多什么东西 硫酸啊 你要我用硫酸 对 到时候我会用 卫生汤煮好没有 当做暗语 找一个适当的时间 我们就从后面的东门大牌 给他给丢下去 就这样商定了 这样商定之后 88年的8月6号晚上 王雪萍就带着王立文 到了油漆行来了 价钱都弹好了 要签合一书的时候 突然 刘中心就把王立文的脖子 一热 一热的时候 再用铁锤 三响 王立文就倒在地上 当倒在地上的时候 要把那个王立文的尸体 给放进里面 王立文就在 还没有死透的情况之下 大家有没有看过霹雳煞 就是有两只脚在浴缸里面 倒下去 然后那个脚一直在 里面只有百分之十二的硫酸 那个桶子不是满的硫酸 所以顶多只能够把他的 他的身体却还在 好 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外面 还不是很晚 晚上九点的时候 不能够丢到后面的东门大军 所以 暗门放在店里面 王雪萍干了这件案子之后 隔天早上还是一样 照常上班 他的造景实业公司里面的员工都 老闲娘在哪里 你说 没有 老闲娘出国了 大家都不用烦恼 就这样挡 家属他也挡 挡了好几天 他每天都打电话说 卫生汤煮好没有 卫生汤煮好没有 刘忠欣 心里受到良心的谴责 啊不啦 啊不啦 好 终于有一天 就是案发后 过了十天 之后 八 十月的十六号 当天下大雨 然后沟都满了 因为那个东门大军 没有满的时候 你丢下去是会被发现的 好 就当天晚上 把王立文的尸体 就丢到东门大军里面去了 卫生汤煮好了 我的计划完成了 开始把王立文的财产 用他的公司账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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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把他给弄到自己手下来 也承诺 刘忠欣 我会分一半给你 已经十天了 找不到老闆娘 家属要报案 家属报案之后 一下这个人到底在哪里 当时 监听跟通联 才刚刚开始 88年 从他的通联系统 找到了哪里 最后出现的地方 在桃园平镇 好 刑事局的干员就来了 来到桃园平镇 最后的发话点 在这油漆行附近 一个侦察员 突然想到 歹徒很可能 会把他的东西 毁尸灭积 但是 这个女老板娘 听说她很喜欢的 就是这一支 叫做Hello Kitty的手机 好可爱的Hello Kitty 警察自作聪明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手机 拿去典当 照理讲应该把它烧掉 我们还是随便问问好了 试试看 就在这条路上 正好有一家手机行 好 这个是死者王立文的手机 对不对 四个警察到那个手机行 通讯行去军区就 还没有讲他们的来意 都没有讲 就说 请问一下 你们最近有没有收到一支 Hello Kitty的手机 突然 从 帘子的后面 老板娘跑出来 老板娘的脸色是白的 我完全没有血色 请问你是警察吗 你怎么知道 请问你们是不是 要找一支手机 你怎么都知道 请问上面是不是有很多 Hello Kitty的标志 你怎么知道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谁 对啊 警察先生 我已经把他 共在我的新主牌那边 因为已经 缠了我 一个礼拜之久 他 都不肯走 蛤 是谁 我也不知道是谁 因为当天 拿这个手机来 卖给我的时候 是一个男生 我给他一千五百块 然后 就再也没有下文 可是 我每天晚上都梦到一个女孩子 长得很漂亮 到我的梦里来说 这个 拜託 你啊 说腿子来跟我说一下 好吗 说腿子 要说哪里 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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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 都有水啦 跟我说一下 让水流出去了 这样我更疲惑 到这个时候为止 警察还不晓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好 于是问 请问 是哪一个人 卖手机给你的 就是那间 油菜行的老板 蛤 游锡行的老板 结果去找 游锡行的老板 不在 早就出国避风头了 好 没关系 当他回国 回国再过三天 回国的时候 刑事局的干员 就把他给抓到了 抓到的时候 当时他还说 我没有 我没有做 你们要问的话 去问一个女生 她叫 王雪萍 好 警察就去找到 王雪萍 王雪萍也说 我不知道我老板娘的 下落去哪里啦 警察 无功而凡 结果 第二天 老板娘 手机行的老板娘 亲自跑到 刑事局去说 她又来托梦了啦 她这是说什么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姐姐 我好冷 我死在一个非常冰冷的地方 地上有地砖 旁边有很多大桶子 后面有一个铁柜 还有一个铁卷门 然后还有一个行珠白在那边 通通把她讲得非常清楚 警察照着老板娘讲的内容 画了一个图 然后马上把王雪萍找来 请问你是不是杀了你的老板娘 这个图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是不是游戏行 不是 没有 我不晓得 好 没关系 你们俩都不讲实话 检察官 申请搜索票 搜 一进去搜 马上就看到 地上到剩下的什么 硫酸 99%浓度的硫酸 因为东门大郡经过水水流去之后 完全找不到了 可是 就在大郡旁边 找到了一小节 死者王立文穿的 牛仔裤碎片 原来当他卫生汤煮好的时候 要把王立文丢下去的时候 打开那个盖子 那个硫酸 根本没有把肉泡烂那个味道 你看到王立文 用眼睛看着他 刘中兴当时到案之后 后来他供出来 王立文的眼神就是告诉他 我还正来蠢力 等到刘中兴终于新房被突破 把整个案子和盘拖出 告诉警察之后 再把王雪萍找来 证明他有做这个案子的原因是 证明生刑犯案的证据即将出现 是被害者献身指认吗 最精简的结局广告我告诉你 王立文的眼神就是告诉他 我还正来蠢力 滚到刘中兴终于新房被突破 把整个案子和盘拖出 告诉警察之后 再把王雪萍找来 证明他有做这个案子的原因是 他的右手在帮忙要融尸的时候 被刘中兴终于烫伤 请医师专门鉴定 这是什么伤 这是被高浓度的液体给烫伤 你还有什么话说 王雪萍这个时候 好 我认罪 就是我跟刘中兴两个人干的 然而这个游启航 现在也已经赶成公园了 如果大家到平鎮去 有经过这个公园的话 可能他在地下之林 也会谢谢你 觉得彭华干先生 讲得比较恐怖的 请亮灯 过关 来 又不能走 你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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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前面还有人赢啊 对不对 没有,最后一个 难得今天鬼王 跟一般人不大一样 想法不大一样 这又要捉弄了 没有,我们这不是捉弄 这有礼品送给你 看下去 而且今天的比较不一样 是除腰的香包 除腰的香包 真的吗 保证阿飘不敢靠近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好,恭喜 好,恭喜 恭喜